考古球這個運動是源於瑞士 發明這個運動的布蘭德博士 原意是做一些反應的訓練 但後來他直接加入玩法和規則 就原創了速波這個運動 速波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就是因為波士射到網上之後 會有重一聲 順理成章他就變成速波 有了這個名字 有了 考古球運動正式比賽需要的場地 是跟籃球場差不多大小 而在兩邊就會各自放置一個考古球網 當然還需要一個考古球 簡單來講 考古球都是跟其他運動一樣 有一對進攻一對防守 拿球就會是進攻那一方 而沒有拿球就會是防守那一方 進攻要做些甚麼呢 就是拿著那個球射網 射網之後那個球會反彈出來 防守隊就要想辦法接著他 如果他跌不住 如果他跌不住 球跌到地的話 那進攻隊就會有1分 如果防守隊手起球的話 他在持球的一刻就馬上變成進攻隊 進攻隊就馬上變成防守隊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沒有規定說A一定要射這邊的網 B一定要射那邊的網 換句話說 即是兩邊的網 大家都可以用那個網來做進攻 換言之 攻守轉換 只會發生在1秒之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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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